繡球花跟兩隻蝴蝶 那當然我剛開始畫的時候 這個大的這一朵繡球開始畫 然後畫了一朵比較大的 那當然搭配另外一朵就要比較小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說 繡球花的葉子蠻大的 它可以整個把這個花包住 然後我在畫的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假如那麼大的葉子要怎麼去安排 所以我就從這個大一點小一點更小再更小 就是故意把它 就是說這兩個比較大 大的裡面又這個又比這個更大 那搭配一個小的 那這裡等於是三片 就一個組合 那一邊是側面的 這個是比較正一點 那這一邊就是說 就是等於它的一個配角 那這個先畫了以後再來畫這兩個 那等於是一二三四五 五片的一個組合 那再換後面的 那後面我在畫的時候就想說 那換一個色調 就是說把它黃綠的 就是說帶一點黃出來的綠 那這個是藍綠的 那我就這邊黃綠 那再帶這個黃綠的時候 這個繡球已經畫好了 所以我再把這個黃的加到這個 裡面有一點黃的 就把它帶過來一點點 就是說等於它不要調和 不要說好像 只有這邊 好像說這個藍綠黃綠 那這個藍綠 木藍 跟這個可以搭配 到這邊就帶一點黃過來 那這幾個裡面的這種小葉子 那這個小葉子 或者是用三片的組合 一二三 就是說這樣 那這裡兩片 那這裡一片 那到這邊來 這個是上面的 那它下一層的葉子 那下一層的葉子 我就再加一點點這種 所謂這裡的這種黃綠的 帶到這裡變成藍黃綠 就帶到這邊來 那放到它這個的下面 那下面畫的葉子 故意不要把它畫得很完整 有時候我都會利用一點破壁 因為反光也好 也可以這樣說 或者是說它的葉子 比較不是那麼完整 就是變化 不然的話它的外輪廓 大家都是好像說那麼完整 找得都一樣 對對對 那這個角度就是這裡大 這裡小一點 這裡更小 所以我在畫的這種 那種葉子 花鳥畫的這個葉子排列 我都會把西畫的這種方式 就是說漸層的 或者是說透視 或者是說所謂的這種前後 都把它畫進去 比較不會產生是平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畫水墨畫 畫得好像說太多的這種比較傳統方式的 有時候都會忘記了 把西畫的這些觀念 有時候可以用進去 甚至光影 光線也可以給它黃的 就表示說 受到光線的照到的 那假設說亮一點的 就是光線可以照到的 然後這個處理完了以後 那故意就很刻意的 有一條動線 這個葉子就到這邊 那等於像是在寫書法 上面的這一筆 現在要寫下面這個字 那這一筆就是要有關係 那再來就先畫這一支符笛 那我這一筆下去就是先畫的左邊的這一片 然後再一點點左邊的下面 然後再那邊少輕一點 反正一邊重一邊就是輕 那這個是畫到它的肚皮可以看到的 那畫完了以後就來畫這支 那這一支就畫一個背部看到的 那當然這個是先畫兩個眼睛的部分 一重一輕 然後再畫一個身體 然後這個翅膀也是側筆 就是說本來條的顏色都一樣 那筆尖比較深的顏色 側封的這樣一筆畫過去 那這個側筆畫過來 那這兩筆在畫的時候 本身那個筆裡面的顏色還是蠻深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去刮掉一點 就把它刮掉一些 那假設刮掉還是深 那就變成筆尖沾一點水 那你剛剛裡面筆有一點顏色還有一點深 那現在又有水 所以那個水一碰到了 它就會吸進去一點 那你再把它刮掉一點 它就會變成降低剛剛的彩度了 那再點兩點 那一大一小 所以這一畫畫的時候 它就是假設你的順序 這些順序是順的 就像寫一個草書 你的筆順是順的 那寫起來就是順的 假設請問一下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那個絨毛 上面有點粉粉的那個 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就是在畫的時候 這個就是絲中絲的畫法 這個就是絲中絲的畫法 對 就是當你在用這些 畫這個繡球花瓣的時候 它原則上是四瓣 那你在畫的時候是一二三四 或是一二三四五都沒有關係 或是一二三也可以 就是一瓣一瓣 這個一半一半的 那你在畫的時候 這邊畫完了 它都還是絲的 那在絲的時候 你現在再來點一個 就花心 那你點過去的時候 很絲的那一邊 就會融得比較厲害 比較不絲的那一邊 它就不會融 那你現在點下去的時候 它就讓它自己 它就自己 你覺得一點 怎麼陰的那麼厲害 那你下一個點 就水少一點 那假設你一點下去 它沒有陰的效果 那你就水多一點 像這個 這個叫什麼 那個就是說 所謂的 就是等於是那顆枝幹上面有長青苔 那這個就是我們普通嶺南畫派的 這種所謂的撞粉 撞粉 撞水 撞就是打撞球的撞 然後就是用筆 在撞這個樹幹還是濕的時候 那你用實綠 或是實青 或者是白粉 我現在在講的這一些 都是比較不會擴散的顏色 然後在一個樹幹裡面 它現在是濕的 你點下去 它會陰的很厲害 結果你這樣點實綠 實青 或是點白粉 它並不會很厲害 就是會陰一點點 那你點下去的時候 再用筆稍微在旁邊 就是一邊給它留 沒有陰開的 那一邊把它畫一下下 讓它好像產生 好像有一點凹凸的感覺 那個就是叫做撞粉 撞粉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